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感谢大家有这个时间然后过来参加我们这个沙龙鼓动 我是2016年的2月份去洛杉矶参加这个全球的生命意识大会 它的英文叫Consus Live Expo 其实是今年是第14届了然后我是在2013年的2月份也是每年过年的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没有在家过年然后飞到美国那2013年参加了第一次是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我在支持一个自由能源的技术 所以那个时候呢在这个大会上有一个有一个发布有一个展示那我也因为那样的一个展示我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大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大会呢 它是基于对于它和科技这个方向的这样一种整合的这样的一个大会来让我们透过科技来了解我们的意识了解我们的灵性 了解了解我们人类何去何从了解我们的地球在发生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全球性的大会 所以呢那每年呢都会有一些新的主题有一些新的技术发布有一些新的灵性的被科学的证实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大会上跟大家去全球的人们去分享啊 那今年呢我参加这个大会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主题 我相信如果是对觉醒字幕组以及是对有光之工作者的工作很了解的朋友啊都会知道有一个大解密 那什么叫大解密呢就是既然是秘密嘛那就肯定是真实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又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情 啊比方说嗯我们都知道嗯大家都在问会不会有外星人对吧会天上飞来飞去的有些很奇怪的飞行器是什么啊是我们给起个名字叫UFO UFO就是不知道是谁是什么的一种飞行器他叫UFO一个简称哈那到底是UFO是从哪里来的是外星人的还是我们人类自己造的不知道啊 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而且从古至今都有啊那个嗯很多的一些古老的记载里面也会对这样的一些神秘现象是有记载的嗯但是呢也出于某种原因啊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让这样的一些秘密让世人知道啊它背后也有很多的一些因素嗯我们不想二元性的去看待这些因素啊 嗯但确确实实是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是不想让全人类知道一些秘密那么现在可能在这样一个对的时间时空点啊啊就把它全部的给它浮现出来啊啊那所以呢那这一次呢我们参加的这个大会呢就是指的那个大结尾运动 所以我跟大家可能会着重的去讲这一下啊这个人叫大卫威尔科克我相信看那个结尾运动啊包括看结尾视频的人啊应该都很了解他了这是个大神大神级的人物啊啊那大卫威尔科克呢他一直都在研究一个很神秘的体系啊 但是这个神秘体系和我们的辉卫老师之后要给大家所讲的神秘体系有没有关联呢我相信你们是会有些关联但是可能会站在不同的体系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了解很多的真相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很需要去真实的去学习啊神秘学 那么贯穿我们整个人类历史啊到底发生过什么啊在这个每一个发生的过程和传递的过程当中它曾经有什么样一些客观的存在或者也获得或者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种改变但我们都需要很系统化的去了解我们这样才不会被呃掩藏的秘密或者是结的那一部分秘密或者结的是假的秘密所欺骗嗯嗯那现在呢大家看到这个啊 就是有一点点不太理解其实这些人哈看上去是不是很像我们像我们地球人吧实际上他们是谁呢他们是地球人但也不是我们现在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地球人我们在地表上你能看到我我能看到你的这样的地球人他们实际上是曾经在我们地球上存在过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老的种族是玛雅人但是大家都有听说过为什么玛雅人 玛雅文明没落了而且玛雅甚至一个城市在一夜之间人全部消失了啊其中呢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故事的啊啊那有些人类呢当时可能基于一个环境的因素基于一个外来入境各方面的因素啊当时呢玛雅人他们具有很多的一些转换维度的能力啊这个呃就是说透过自己的一些古老的传导啊还有修炼啊教导啊他们所具备的某种我们曾经人的都有 而现在用消失掉的一种能力啊就是转换维度的一种能力那基于为了躲避当时的一些天灾人祸啊他们就集体性的啊透过这种转换的能力进入到另外一个维度再有的是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地心来躲避地表的一些灾难所以呢继续在地心里面去生存演化然后发展啊那么现在他们还存在在那啊 啊所以刚才的那个照片是在地心居住的那个玛雅人然后对然后其实在我们的地心呢嗯那个PT可能可以稍微卖掉因为可能大家还不太了解我我们到底要讲什么啊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在我们现在目前我们人类对自己的这个地球的认知实际上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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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一部分我们有大量大量的秘密相互为人知的 啊但是现在呢就是透过这些大神们的解密那我要介绍刚才大卫威尔科克他是做这方面研究的一个专家啊他走遍了世界上所有的古老的民族以及呢接触了很多的科学家他做了大量的研究和验证那么寻找到了一些啊我们目前不太了知的一些知识啊对我们人来讲一些知识比方说我们古老的那些建筑啊包括古老的那些能量点 他为什么排列如果我们用直线来连接不管是哪个地方的金字塔巨石镇嗯还有包括一些呃呃灵性就是我们宗教的寺庙啊那些神圣的地方为什么他们连接起来全部是整边三角形就是在我们地球上实际上是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古老的科学系统还有灵性系统是目前啊因为秘密的掩藏让我们目前的人是无法了知和得知的但是呢透过这些大神们的研究 啊而且各方面的资讯的一个搜集所以呢就令到他们得到了这样一些结论啊通过也通过科学的一些验证那么就结论到我们的文明目前的文明它一定是有更古老的文明与此同时这些文明从哪里来的啊透过各方面的教导以及研究以及证据考古啊还有一些灵媒的传导啊可能就逐渐的就会成一个比较总体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啊我们现在目前地表的人类 实际上是跟外星是有关的跟外星的DNA基因是有关的我们人类目前这一支人类分子的起源也不是像我们从达尔文的书里面看到的是从猴子变的是不可能的啊就得出这样一些结论那么呢那大卫呢他一直做这个研究做了这么多年啊然后呢那前去年的时候呢就又有另外一个神般的一个人物突然空降到地球上来了 嗯那么就是大卫旁边的那位先生他叫克里古德克里古德克里古德那么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参与这个秘密太空计划我们简称SSP秘密太空计划是一个组织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文明啊是一个已经跟我们地球目前地表的文明分裂开了一个更高的一种文明形式以及它的科学和科技是非常非常的发达的 而且呢 那么在这个太空的那个大型的战舰上又待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其实前后基本上二十年但是当它回到地球上的时候呢它那二十年的时间给它减了就等于是把它的记忆恢复到它离开的那个状态是秘密太空计划因为他们是有这样的技术他们是可以穿越时空的那么呢也就是说当时把它就请到 那个就是把它招募到那个秘密太空计划去服役的时候它你一看的那一天算起当它回来的时候又回到那一天的状态但实际上中间穿越了二十年 然后它是后来又被再一次的去招募回去进行以后的一些任务的时候啊它的这些过程就全部都回来了啊是这样子就是说呢其实很多很多秘密太空计划被招募的人员都是在为什么让他们消除 这二十年的记忆这二十年的记忆把它送回到原来的时空点就是因为这些秘密不想让大家知道 是一样的 对对 实际上它中间有二十年的那个空缺时间 对 然后呢那但因为它随着后面的所有的这些工作的再度进行然后它把大量的资讯也是借助有一个族群哈这个族群可能也会和我们之后灰灰老师要讲到的古埃及文明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呃这一次的秘密结束来呢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说我们银河系是一个充满着生命而且是充满着高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心系啊 呃然后呢不管是从霍金呃就是Steve Hawking那个霍金的角度他们作为呃研究物理学研究天文学以及还有很多很多的呃各式各样的传导教导都会告诉我们科学的告诉我们像地球这样子的呃呃 充满着水充满着养分充满着碳啊这样元素的星球其实在整个的银河系里面啊它有好多一颗也就是说这么多一颗可以产生生命呃就具备产生生命条件的星球不可能只有我们地球才有生命首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也不可能这么多的星球可以产生生命只有我们地球有我们人类这样子的高等生命 哈就是从这个认知上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去理解那么呢在整个银河系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样的一个心系和系统 它有很多很多的心系还有星球实际上是同样充满着高等生命员 而且甚至我们人类的DNA和外来的种族的DNA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呢就是这个解密的这个面向啊就是说实在是太庞大了啊它里面的那些讯息和命令那我呢是在07年 08年09年我是三点时间坐在家里面没有出去干嘛呢就每天在看各类的这方面的资讯和视频啊就在搜集所有的这些碎片 关于我们人类的起源我们DNA的起源我们的文明起源啊以及还有我们的那个天文还有外星系还有各类的解密啊这样的一些秘密啊那我在做这样的一些研究和整理做那把所有的这些资讯揉合在一起其实就是要了知我们人类 到底从哪里来的我们当下这个在经验什么我们地球在经验什么人类在经验什么我们未来何去何从 其实也是为了找到这样的一个答案啊那所以呢就嗯那么就说这么大的一个资讯量呢那当然今天的沙龙我们时间是有限的啊我很难呃跟大家可能把方方面面的都去汇动 但我就是把这一次的这个呃会议呢就是一些资讯分享给大家但是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这些资讯背后的呃一些基础那我就能够尽量的去解释的顺带解释一下给大家啊但主要的资讯就是告诉大家他们揭秘出来包括大卫威尔克他接触了所有不同的秘密社团还有一些这种太空气化的里面不同层面的一些所谓的线人那么线人就是他自己本身是参与者然后他把他走出来愿意把秘密贡献出来跟他们去某一部分人去分享那么 也是希望透过某些渠道管道让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尽可能让多多人知道为什么呢我待会会跟大家讲为什么因为我们地球目前经历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换点啊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呃 克里古德当他跳出来给大卫威尔克克写了一封邮件在去爆出爆料出他所有的这些经历的时候那么威尔克克是非常重视为什么因为这个从不同的渠道这些人和渠道之间其实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说到的故事全部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具有一定的那个可信度哈 然后呢那么就紧接着啊那个呃克里古德爆料出来所有关于秘密太空计划关于我们人类关于外星人关于现在的分离文明已经到到达了一种什么样的层度啊关于我们的地心里面的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在发生什么那么克里古德是亲自被邀请进入地心和我们地心的七个族群的人在一起开会 啊那么呢这也就是去年才刚刚发生的事情去年下半年那么所有的这些资讯呃于是呢就由那个美国的一个网络电视台盖亚电视台那么就专门做了一个专题栏目啊就是那个宇宙大解密啊一共呢这个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访谈包括结束来的秘密一共有52期每个星期放一集它是一个付费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台但是呢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电视哈就是这个栏目 就是在向全球播放的时候现在就是我们上一次在就是二月份在龙山西的时候他们统计了一个数据全球的收视率因为这个节目盖亚电视台的全球的收视率超过了BBC所以呢就是说超过了一个主流媒体啊这样的一个洁密的那个节目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效应那么也是源于现在越来越多的秘密啊 在不断的浮现而且呢由于我们互联网的发达啊由于我们每个人那个那个数字那种技术的发达现在我们每个人手上是不是都有手机我们每个人的手机是不是都有拍摄功能而且在不久前啊而且每个人也都会手上拿一个照相机对吧那么呢就是过去也许天上飞过一个什么东西或者天上掉下来一个什么UFO或者一个外星人被抬走了这样的事件可能两万人目击哦 就像那个1946年的美国的罗斯沃尔事件啊他外星人抬走了当天报纸还在报道天上掉下来了天晚上来客但是到了第二天报纸马上改口就出是什么气象啊气球而当时的目击者超过两万但由于资讯不发达我们没有互联网所以呢政府马上就更换他的说法那么也就那两万人了之而已那么两万人以外的那一地球几十亿人 都不了知发生了什么可是现在为什么很难往因为我们有互联网我们美里面都会天上飞过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都会去拍拍了以后会怎么样会上传对吧那么据现在的统计全球这种关于神秘世界UFO的这样的一些包括目击外星人拍到的外星人啊这样的一些视频照片超过上亿就在互联网上传的但是我们就仔细想一下哪怕是其中有一例是真的 那也就证明了我们现在所有的政府在撒谎他们告诉你没有天外来客我们还在寻找但实际上他们飞来飞去了那是否政府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他知道的秘密他不愿意去说所以呢那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大量的这个互联网上传递的这些讯息让越来越多的民众要知道其实我们这一地球上不是只有地球人或者就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文明对吧 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了知道可能外星人是真的或者是外星的文明是真的那UFO也是真的但是呢怎么样能让政府去开口愿意真正的去说那也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洁密的运动那我跟大家还想再讲这个就是那个地心里的种族其实跟我们人类很像地球上本土的土生土长的自行进化的人类 但是呢在地球上有2000万年的历史2000万年的历史但现在目前我们对这次人类我们的了解其实还只存在几万年可能十几万年但是呢这个族群他们就多多少少的啊就在地心里面演化的那个地心人已经有2000万年的历史 而这是透过五次地表的那个毁灭他们有一部分人就转入到地下因为地的中心它比较的稳定他们又像地表的一会儿什么冰川啊一会儿什么火山凤发呀一会儿什么海啸呀所以呢他们在地心继续演化继续存留保留他们的文明然后继续不断的去进化这是地心的这几个种族然后他们的科技是非常非常发达的而且呢那个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穿越时空的 做太空旅行的那个飞行器啊然后他们的那个社会系统他们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那个管理系统比我们目前的人类会更高他们是一种长老制度啊不像我们地表是政府啊是什么议会啊选举啊什么政党啊但是呢在他们那边是长老制度那每个族群都会有派代表啊经常开那个长老会啊但是他们主要探讨的议题呢现在并不是他们关于他们自己的 而是关于我们地表人类的由自导我们开始有了呃那个核爆啊原子弹以后那么一下惊动了我们地心的文明啊也惊动了我们天外的那些呃我们人类更早来源的那些外星种族所以呢就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现在地球很热闹真的是很热闹其实是大家可能大部分的人还没有意识到眼界还没有往天上看啊实际上呢这就是说如果是意识到 大家眼界往天上看你会看到天上有很多意识不过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这一点啊啊也越来越多的人捕捉到了去拍摄到了啊那么呢就刚才呢就是我还讲回到就是关于这个解密啊那么解密运动还有一个元老级的人物啊叫Steve Gray斯蒂芬格雷啊这个博士那这个博士呢他是九十年代九二年 就开始做一件事情啊然后这个博士我们想去介绍一下就这一位这个图的那个从左往右的第二章这个博士呢他十七岁呢有一个兵临死亡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是可能一个事故然后呢他人已经离开他的肉体已经回到光但是会听到一个声音会跟他讲就是说这个兵临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呃体验呢是很多有同样体验的人他们的那个 呃体验到的那种体验基本上是类似的都是进入到光进入到一个维度然后可能会有个声音会告诉他啊可能他还需要再回到人身间啊他是很不愿意回来的但他后来还是回来了回来的以后他就突然一点知道我们人是有灵魂灵性另外一个意识层面的而不仅仅只是在这个肉体层面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进入到一些灵性这方面的一些呃修行包括他他成为一个冥想的老师再去教冥想呃但是呢 也是因为一个机缘可能就是在那个九十年代的时候他也是于无意当中啊有透过梦境没有一些特殊的体验那么有外星人跟他来连接那么从九二年开始他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外星人洁密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啊他他创立了这个洁密运动他是一个创创始人呃那他这二十几年呢他在做什么呢他搜集到所有的那些关于肉钩还有关于外星人的那些资料 资讯而且是从权威人士那边得到的然后他前后就组织了有四百多名的高官军方将领登月宇航员还有参与国二战的那些啊空空空空军的飞行员还有我美国五十一区的那样的一些在里的直接工作的那些工作人员还有CIA的曾经的一些就美国CIA一些比较保密级别甚至比美国总统还要更高一级别的那些 那些人那么呢就把他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人就汇总到一起啊就创立了这个洁密运动那这些人呢是因为他们是亲身经理而且他们都是权威人士啊他们曾经看到郁维波接触到郁维波看到外星人是不让对外讲那么政府是有那个呃是对他们有限制的然后所有人被逼迫要签署一个保密协议啊至少保密六十年啊那但是呢这些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已经步入年迈了 啊可能有的是超过了六十年有的是可能得了病了觉得呢我在离开人世之前不愿意再将这些秘密啊带入到坟墓他觉得对人呢有一定责任啊那么所以呢就是这么多人聚集起来有四百多名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这个博士很了不起因为他曾经受过CIA的威胁甚至还有负面外星人的威胁啊我到了以后跟大家讲还有负面外星人啊但是呢还坚持下来 但是后来呢也因为他做的这个工作啊非常的了不起那么也获得过正面外星人啊对他的支持以及保护啊所以呢他跟他截命四百多名高官没有盈利是个莫名其妙的会被干掉的啊所以呢就是说那么那么这些人呢都拿出当时包括CIA包括美国政府包括英国政府包括德国政府啊所有这些政府的一些机密文档还有包括NASA太公署登月宇航员 他们在月星上看到了什么其实当时有没有真的登月是没有的他们的那个飞船当时在登月是围着月亮转了几圈没有办法落地的因为被月亮上地面上的那些外星种族的各类的太空站警告了所以呢真正的那个拍摄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美国旗帜插上是在摄影棚里面拍的他们做了两种准备所以呢那些秘密不为人知当时但是现在呢 还透过这些权威人士逐渐的就把它曝光出来了啊所以呢就说这个博士是那个解密界的元老人物啊但是它是主要解密是解密的层级是在那个关于我们地球上啊有接触过外星的飞船啊有外星人啊基本上是这一类的但是后来呢就我最早跟大家讲的那个颗粒土呢这个是不是没有电了 然后呢那那个我之前最早讲的那个在秘密太空计划里面待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克里古德呢他结的秘密呢那就是秘密当中的升级版我们称之为升级版就把更多的让人完全的可以下巴壳掉到地上的那样的大跌眼镜的啊脑洞大开的一些秘密给接出来 而且呢就是说也感恩就是之前的那些解密的元老啊他基本上透过他这20年的解密让我们很多人的意识里面已经有了一个转换那么也因为他的解密运动的这种推啊就是推广和推动呢也令到我们很多的政府也不得不加入到这样一个解密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来当然他们不是基于一个解密的目的他们是基于已经无奈了因为如果在互联网上再这么传一下 就这么多的秘密再这么真相曝光下去而政府呃资质不提的话呢实在是也太没有面子了所以呢那么现在呢就有很多的政府包括英国政府包括澳大利亚的政府加拿大政府啊还有很多的一些政府的权威人士议员议会还有墨西哥政府甚至中国政府啊都也开始去或多或少的再去把这些资讯啊透过一些主流的媒体再往外放了 像我去年呃还包括前年我都看到很多中央二台中央十一台十三台还有九台我都有看过这四个台都有播过那个解密的啊关于外星人的这个话题的这样的一些专题片那么都是资讯来源于谁呢全部来源于那个Steve Gray就是那个元老级的啊 不是克里古德是那个斯蒂芬格雷呃源于那个博士 因为他们里面毕竟还是有实实在在的证据啊他有有政府的文档啊文件啊还有那么多的一些权威人士的那个演讲啊在曝光这些东西 所以他是对于主流媒体的还是要眼见为食他要有证据啊他才可以去播报 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克里古德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包括大卫威尔克克他的权威信啊 那么现在他们这台节目就是说在全世界啊他已经超越主流媒体的关注度了啊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现在全球人类的那个整体的意识啊以及对这些真相的了知这个频率是越来越高啊 对于真相的了知的可求可求度也越来越高我们大家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啊我们人类现在还需不需要这样继续挖着地球创造着污染 让我们人类在一个垃圾堆里去生活 就是我们是回到现实的意义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去结这个秘密 结这个秘密不是让大家就真的是觉得哇一堆的外星人是不是以后我们就要成仙了啊 其实他们还是有一些具体的实际意义的 因为让我们人类意识开打开让我们每个人都了知道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这个肉体 我们也不只是只有我们人类宇宙之大什么都有啊 我们对我们宇宙对自我的这种人生宇宙的探索我们的维度会打得越来越开 我们不会局限在某一个既定的一种认知里面 所以呢就是说他这个其实带来的意识很达到我们每个人的意识去觉醒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会不管是从吃喝还是从你的生活 从包装面面各个层面里面涉及到的尽可能的是为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来去 来去作用来去想而不仅仅只是站在自己小小的这样的一个自我意识里面 然后过着呢每天是朝九晚五的完全没有自由的这样一种生活对吧 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我现在就也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们现在大部分人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 因为我们对真相根本就不了知 我们每天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基于一个 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被拍摄出来一样一个投影出来的这样一个影像 那我们称之为维度也就是三维度三维度的一个振动频率 那么我为什么要叫三维呢 有物质维度有时间维度还有空间维度 我们有时间空间和物质 我们称之为三维度这样的一个维度世界里面 那么有物质的存在就一定有物质的振动的一种频率 那么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在这个科技大会上 专门是由大卫威尔坑克还有其他的一些关于洁密的 还有灵性这方面的一些导师所讲到的 我们回到了一个神秘学里面也会有的一个系统 就是神圣几何 就是我们万世万物宇宙的万世万物的起源 其实是源于神圣几何 因为我们的振动频率决定到我们 在这样的一个物质的显化维度里面再去体验 你知道吗 就是说其实呢高维度也在这儿 更高的振动频率也在 比方说啊 比方说地震来之前就有一种地球发出来的一种振动频率 可能那个振动频率超越了我们人的五官 可能我们人就不知道 可是狗能听到或者动物能了知到 因为他们对那个维度的那种感应 会更比我们人类更广阔 所以呢就是说 其实呢我们人类对这个世界宇宙的认知 只是基于这个7.23的振动频率之内 所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物质世界 但是呢这种频率既然有7.23 就一定有比7.23还要小 又比它还要大的 只是我们不了知而已 那么我们随着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 对宇宙的认知 对这个频率的认知 随着这个认知越来越深入的时候 我们的维度的意识打得越来越开的时候呢 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就被这个是人世间的了解 对于我们宇宙的了解就不再是像以前那种状态了 我们只能看到我们每天 过的生活这么一丁点 对吧 每天早上起来要去上班 要去打卡 然后要去 每天中午早中晚要吃饭 就是说我们过着既定式的 每天重复的这样的生活 都是基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 但如果我们要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范围 我们再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大家是不是对于活在人世间的这样的一种体验 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就像两百年前的人呢 就想象不到我们今天过的生活 我们今天可能拿一个手机 到两百年前 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 这是我们灰灰老师的范围 那叫魔法 对不对 灰灰老师也是跟我们贡献的特别好啊 说这个科学 对吧 那个那个 我们的宗教信仰 神性那个 叫什么 感性的认知对宇宙 以及上升到理性的 感性的融合的认知 变到神秘学 然后最后 到了纯理性的认知 就变到了科学 这个三部学 后面三天 灰灰老师会跟大家讲到 非常精彩的这几个部分啊 所以呢 那现在呢 就是说 那我们真的是无法想象 如果我们人类的认知 在不断的扩展 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会不会跟今天是一样 我相信一定是不会的 所以我们当下每一个发生 都在推动着 未来的一个方向 那么为什么要去做 这样的一些解密呢 就是把这样一些 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而又不了了之的事情 让我们更多的人类知道 我们才知道 我们自己活在 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里面 还有多少的东西 是可以扩开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 我相信如果一个外星人 站到面前 跟你say hello的时候 可能你就不会纠结 那个白菜是三毛钱 还是五毛钱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真的是我觉得 事实上我们人类 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 在未来的时候 而且是不久的将来 因为我也会给大家 告诉一个资讯 就是